大家好 我是艾迪先生 好幾年前我曾經教各位如何在不鏽鋼保溫杯上刻字 這是當時刻的 經過這麼多年字有一點變淺一點 可是那個時刻的字還是在 只要上一下黑色的燃料應該就更明顯 不過當時用的是110伏特的交流高壓電 使用上有比較危險 今天我們打算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電解的方法 電解的方法在國中科學有教過很多人都知道 可是最困難的是刻字的問題 因為如果說字要吸一點 那要刻起來是相當會進 那我們今天來嘗試一下如何電解比較細的字 像我們小朋友的便當 如果說去蒸便當的時候 大家都長得一樣很容易搞混 那我們家長如果能替小孩子在上面磕些字 那可能比較容易辨認 那我們就來弄 那首先我們在上面貼上一塊膠帶 那膠帶在貼的時候盡量不要有氣泡 你這樣一邊這樣子 慢慢的下去比較不會有氣泡這樣子 好那各位可以在上面寫上名字跟電話 都可以那今天我們只寫名字就好了 這邊準備工作就完成了 那如何寫字呢 很簡單 我們就可以用電絡鐵 電絡鐵它可以將這個表面融化 那這個是尖的所以寫的字比較細 那各位如果說需要比較粗的 就拿比較粗的電絡鐵來寫就ok了 因為用美工刀齁 在這邊刻實在是太會進了 我不建議各位用美工刀齁 好 我們就來寫阿美美這樣子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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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寫好了 我們來仔細的喬一下吧 非常細 那如果這麼細的字啊 你要用磕的是太困難了 那再來我們該怎麼做呢 我們必須啊 在家裡找一個電壓比較高一點的 這個整油器 那這是一個黑白電視的整油器 已經不用黑白電視了 小型的 那我把它撥開來 這邊有正負極 那一般來講我們是用負極來操作 正極就是夾在這個上面 我們用負極來操作 那 你用一個金屬夾把它夾著 或是用膠帶貼上去也可以 好 那膠帶怕熱啊 所以說你這個接觸點 比較長一點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可能會花熱嘛 那你就弄長一點 這樣子 把它貼上去 所以操作的是負極 那負極的話我們必須啊 接一條線啊 好 用膠帶包起來一下 好 戶擠接好了 那 操作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啊 用一個 金屬夾子 把這個電線 用夾子夾住 那為了讓這個導電線好一點 我們一樣 用電器膠帶把它 黏緊一點 好 好 那這樣工具就準備好了 再來我們要準備電解液 這是我們一般家庭常用的鹽巴 放一點到這個水杯裡面 這樣子 那 稍微把它鹽巴和一和 讓它溶解一下 好 再來我們取一個棉花 那 這種一般的棉花 或是 化妝棉 都是ok的 然後我們稍微跟它 纏一下 好 那到時候我們就用這個棉花 沾這個電解液 來這邊做一個電解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們把電插上去 那我測試一下給各位看 要操作的這個是負極 那被操作的是正極 有沒有看到 我這個大概有17幅 那事實上很多電腦的一個 電源供應器是19幅的也是ok的 那12幅的也是ok 就是比較慢一點 那我們開始來弄 先沾一下 由於製作過程 有氣體產生 所以盡量保持通風 那我們開始囉 當你發現這個水已經變碎的時候 大概就差不多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已經開始在變色了有沒有 表示它已經起激烈反應了 那這個過程啊 大概5到10分鐘就ok了 不會太久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已經開始在變色了有沒有 表示它已經起激烈反應了 大概5到10分鐘就ok了 那這個過程啊 那這個過程啊 你弄久一點它的滋是越深啦 你弄久一點它的滋是越深啦 其實也不會浪費太多時間啦 大概10分鐘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這些滋體的時刻 那這個顏色都是金屬啊 這個溶解出來的 好 這樣已經容許夠多了 那我們就把電關掉吧 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們將這個膠帶剝掉 看是不是有10顆進去囉 我起來給各位看 好 各位看一下 清除又美觀 字體非常細 好那今天為各位示範 如果用10顆的方法 在不鏽鋼上刻字 那希望各位呢 會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 也別忘了訂閱我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各個閒新聞 還可以錄下